你 没事吧 没事 就是喝得有点气 瞧你这小身板 醒了醒了 把这个吃 过会儿就好了 不让我喝酒 还把我的都喝了 不行下场什么能 行 我行啊 你身上有伤 不能喝酒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对了 你是不是还得去找王爷 对啊 待会儿我就走 我在仙牙里看着 要是有人问起来 我就说你去给我买宵夜了 你真当我傻呀 我也看出来了 那个郑友德是真喝多了 但是那个李章 是装醉的 行了 等我把宵夜给你带回来 快去吧 你别老是真喝多了 我听说你能打个宵夜 你不听说你能打个宵夜 你不听说你能打个宵夜 你快趁热喝了吧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做饭的时候就备下了 你肠胃不好 喝了酒 要是不喝碗醒酒汤 胃里会难受的 你怎么知道我肠胃不好 这一路上我都看出来了 你不爱吃冰冷的 再口渴也不肯喝口凉水 偶尔在马车里打盹的时候 还会把手习惯性的污在胃上 常年有胃病的人 多半都有这个习惯 谢谢你这样为我留意 不过 这件事情 还要请你替我保密 千万不要让我凶着 还要警医他们知道 他们 都不知道吗 一件小事 没什么要紧 让他们知道 必须要试试迁就 平添麻烦 那你把这个都喝了 我就替你保密 呼 那你把这个都喝了 我就替你保密 多谢 该我谢谢你才对 我家里人都很热情 很好客 可是我们五座走在街上 都被别人躲着走 更别说有人愿意上门做客了 你愿意在我们家里吃饭 在我们家里住 我们家里人都特别高兴 当真 当然